零龙一号小型核反应队呢已经正式开工了 它的体积小性能又比较先进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已经解决了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动力问题了呢 咱们的核动力航母是不是已经就在路上了呢 欢迎来到张敏观察 我是张敏 零龙一号呢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功能模块化小型的压水堆 这也是全球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通用安全审查的小型核反应堆 标志着我们在模块化小型堆的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零龙一号呢它的机组的输出功率呢为125兆瓦 也就是可以达到12.5万千瓦 这样算过来之后大概要到156万马力了 你乘以1.3G吧 这个已经大于了这个尼米兹级航母它用的那个A4W核反应堆 因为那个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在100兆瓦 就是大概13万匹马力啊 13万多一些马力那个水平上 如果说我们的核动力航母的话 那大概率确实是已经就在路上了呀 但是和这个零龙一号它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因为这个零龙一号的小堆呀是全球首个路上的商用小型反应堆 它呢是用来发电的 年发电量每年可以达到10亿度 我们来注意一下它这个数据啊 你看这个零龙一号高15米直径10米 体积你要说装舰船呢还真是挺合适的啊 完全可以放入这个大型舰船的这个动力舱里边 而且功率呢也是足够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船用啊 航母使用它就更不合适了 因为我们知道的航母啊 它的这个要进行这个激烈的海上作战 而且它日常的这个工作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 航母要带动好多的这个设备和武器的 你比如说相控阵雷达呀 还有这些高的巨能武器 你未来要是用到这种比如说激光武器 这就是巨能武器 还有现在就是电磁弹射什么的 这全是耗电大户啊 而且我们也说了 这航母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那对航母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工作环境来说 那也会很恶劣 对它的要求就比较高 特别是它的可靠性 所以呢零龙一号这样的陆堆 它是不能上船的 也就更不能上舰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核燃料的浓度啊 我们这个正式的叫法叫做风度 就是它那个核燃料的那个含量 就叫做风度 这个风度越高的 你这个当然它就越厉害 你要换算成使用时间 那也就越长 一艘航母你要更换这个核燃料 那可是一个大的工程了 事情非常的麻烦 你换一次 起码也是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通常来说啊 咱们常说这核电站什么的 它所用的那个油235的风度 一般是3%到5它就可以了 发电是没问题了 超过90%的这个风度啊 这个浓缩油啊 那就是武器级的了 你像这个有些这个核动力的舰船呢 它的这个风度还没有那么高 你比如说像这个法国戴高乐航母的 它这个U235的浓度呢 也就在20% 俄罗斯的北风支撑核潜艇 那个达到了45% 美国最狠 美国的这个舰用航母的反应堆啊 大多使用这个武器级的浓缩油 你像尼米兹级 刚才咱们说那个A4WAEG核反应堆 它那个U235啊 那97.3%啊 这个福特级呢 它用了这个AEB核反应堆 它直接用了那个核弹 再处理的那个浓缩油 我们未来的这个核动力航母 这反应堆的起点 一定是会要求比较高的 能至少应该达到 或者接近美国这个福特级的这个水平 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 零龙一号这个小堆 它是不能直接用于航母的 但是它呢 能够让我们 在这个反应堆的小型化 模块化方面 取得这种突破性的进展 这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和技术基础 而且呢 我们也是有这个潜艇反应堆的技术 和制造使用经验的 相信呢 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多方面的 这个总结和借鉴 并且把这些技术进行 进一步的融合和突破之后 解决核动力核反应堆的这个问题啊 它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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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